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第11集 收到了很多網友善意的回覆 大家對於手法、器材、風味都很感興趣 也提出了非常多的問題 其中最讓學長想要回答就是 最推薦新手的濾杯是哪一些呢? 今天就讓學長來回覆解答 對初學者來說 濾杯流速的快慢 可能不是那麼敏感 可能也無法掌握太多的技巧 所以簡單、風味舒適、不容易失敗 甚至於不小心就會成功 就是學長推薦的重點了 追型濾杯 我推薦客氣客氣的六熱濾杯 T型濾杯 我推薦卡莉塔坡左鍵燒濾杯 先來說客氣 客氣濾杯是參考了 KONO濾杯的半熱結構 也就是熱骨直到一半 因此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剛開始的流速會比較快 就可以做出比較多的香氣和果酸 隨著你的給水慢慢變多 到了一半以上以後 流速就會變慢 自然推出比較多的甜度和口感 喝起來就會很均勻 對於新手來說 其實你只要順順的沖 一不小心就很好喝了 這是非常精妙的結構設計 第二個推薦的是 卡莉塔坡左鍵燒T型濾杯 不是舊款的 新款和舊款的差異其實是非常大的 你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買到舊款的 風味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坡左鍵燒的熱骨 燒得非常的銳利 而且濾杯的斜率比較平緩 因此整體的排氣效果是非常的好 但因為它又是個T型濾杯 所以它的流速會比較適中 不會有太清淡的問題 那沖煮的時候呢 無論你是繞圈圈或是給大水 你只要分段給水三到六次 風味就會均勻而舒服 然後酸甜很平衡 算是一個非常親切的濾杯 不小心就沖很好喝了 那以上兩個濾杯呢 就算是脫離了初學者 你學會了各式各樣的沖煮手法以後呢 這兩個濾杯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變化 一點也不會有淘汰的問題 是可以用一輩子的好濾杯 而且你越懂手沖 你會覺得這兩個濾杯不但好看 而且設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 好 以上就是學長推薦初學者的兩個濾杯 可以去網路上看看相關的資料 好的濾杯值得你投資的 那今天的1190秒就到此為止 如果有相關的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最後也要請大家訂閱學長YouTube頻道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謝謝大家 掰掰